大家好,又是我阿杰 今天終於來到第二集了 在單車片來說,對上一集有三千多人來看 對我這麼小的頻道來說,已經算是很多 所以就要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要跟大家說說今天第二天 由新山口踩到廣島的經歷 廣島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廣島蠔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完成138公里之後 去吃廣島蠔 所以意義非常之重大 經過昨天曬了一天,很辛苦地踩到新山口之後 其實就開始有點懷疑人生 應該就是中了伏 因為天氣這麼熱,其實覺得開始有機會就完成不了 不是踩到發�,就是中暑回家 所以很大機會就會以上兩個情況完成不了 但是駕請了,又來到日本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盡力完成 經過了第一天,其實證實了是有機會踩完 只不過是比平時辛苦幾倍,還要花更多時間 今天一開始就由新山口出發 因為紅綠燈的關係 所以當時規劃的路線就避開了角度2號 改行了山陽本線旁邊的小路 踩了一陣之後,又回合到角度2號 過了河之後,沿著河邊就會到了防虎天滿宮 游規劃完之後,又回到角度2號 繼續踩到夏松市,因為要入山 之後踩50公里的山路地獄之後 就會到岩角 岩角之後,一路都是平路 還有就會到了另一個景點 就是錦大橋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直路一路到港島 總共138公里 廢話就不多說了,馬上去片 再次見 最後一次,再次見 好,我們會在前面 拍攝 拍攝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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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新山口給我這種感覺 有些放鬆 這裏始終不是主要的城市 人口分布當然沒有香港的蜜雜 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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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找個洞 整個位置... 過吧 我們直去吧 不是所有東西都是一帆風順的 一起步我們就撞板了 本來就要過橋去車站的另一邊走 但是走前一點 其實又有地方走通過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就什麼影響都沒有 對 我們今天是戰隊 南洪路 我們早上去天滿宮前 其實是故意走鄉村小路 一來在地圖上 看到風景很美 二來角度比較多 紅綠燈 所以就選擇了 走在山陽本線旁邊的小路 結果都是出乎二條地好 所以趕時間就要走角度 時間夠的話 想看日本風景就要走小路 那我體驗就會好很多 不,不會有雨 陰天而已,不會有雨 嘩,這裏多雲那邊一塊都沒有 其實早上九點鐘就已經40度高溫了 所以早上吃完麥當勞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在背上塞了冰 踩了一會兒之後 終於到天滿宮門口了 其實早上九點鐘就已經40度高溫了 好多久 那就是了 因為人生應該沒什麼機會第二次 哈哈哈哈 哇 OK 我第一座節目 你去吧,快點去吧 看到前面的樓梯 那當然沒有阻止我們進去吧 那我其實是在說 我們走旁邊的斜路上去 防虎天滿宮 供奉的是學問之神 所以其實比較多學生去參拜 那當天都撞正在搞劍道大會 那剛剛好一走上去看 就完場了 那我本身有信仰的 所以看看就算了 那離開之後呢 那下一個景點呢 就是70公里之後的錦帶橋 好了,差不多了 好 走 Katie 再 слов下 點 走 走 點 點 點 好,我先看看 怎樣?怎樣? 先看看 這裡有舟 剛剛,這裡行人路上 行人路吧,這個行人路是比較漂亮的 不用迫的 一路上到頂 離開了天滿宮不久之後 就開始踩第一個斜路 這條斜路其實也不是太長的 但是高溫底下其實也比較辛苦 按照慣例,豆腐因為行李比較輕 就先衝上去 我們就在後面慢慢吃著湯踩 好,七仔買東西喝嗎? 好啊,七仔買東西喝 買東西喝 買東西喝 來吧,環都去到哪裏 沒有車就走 走 溫泉了 進去了 溫泉溫泉 太好了,溫泉 拍個溫泉 然後馬上不准上去踩 對 天都盡了 好 麻糬 加緊掌 摘 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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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坐下半小時 我先去擠死一次 又睡不夠 去漆仔一次 我都對 這間也不錯 前面 前面上去 去到德山大約11點左右 氣溫又是去到43度 結果我又中暑了 所以我就決定吃一些東西 又不是吃剩餐 休息半個小時 等心跳下來之後再出發 其實休息下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前面還有50公里的山路等我們完成 這個事情再分析 предлож 帶! 很可怕 北家 妻樂 Germans 裏面是寫食物的 那裏面是寫食物的 好呀你喜歡 甩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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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弄好調鍊 臨時休業 去便利店 便利店 其實那間便利店不是便利店而是超市 所以最後決定先補水 之後再在路上找食物 但在找食物的途中 我在斜路頂 看到一個超和年代流下來的廢墟 原本是一個汽車休息站 當貨車司機數量減少時 這裏便荒廢了 另外 前面還有一個汽車電影院的廢墟 還要去 吃東西 吃東西 好呀 原本找了要去的那間餐廳 就沒有開 結果我們便便找了一間餐廳吃拉麵 在Kugomac 上面 又有四分 我點了一個鹽味拉麵 其實湯底就不太濃 夏天吃淡淡的 其實也是挺適合 非常之不錯 Kugomac 又再一次沒有令我失望 哇 噢!!!! 沒事吧 炒出發了 對阿 炒出發了 好像飛不著 太久了 感覺最大的夢 在爆破一個洞的時候 就掉了這個車 我看過的時候 我也差點炒出發 就知道那個洞有多大 它踏的就是Sofilo S5 非常硬 我檢查後發現什麼事都沒有 除了我檢查車的時候 發現它的後輪本身沒有鎖好 它又只是簡單的平外箱 有驚無險 我們這些人踏車多 炒車都是必經階段 所以我很快就確定了 它身上沒有什麼地方 是麻痺 我們就繼續出發 為什麼檢查有沒有麻痺呢? 因為有地方麻痺很大程度 就是有骨斷了 所以現在沒事就最好了 上山了 不是啊 爆硬了 最後一條斜了應該 走開 到了這裏,終於可以說踩完50公里的山路 然後走前一點就已經可以見到錦大橋 錦大橋其實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 遠望上山就可以見到岩角城 但不好意思的是,因為我們想趕在日落之前完成 天氣又這麼熱,其實大家都沒有心情去遊覽 所以時間緊迫之下,還有40公里才到港島 所以就很快離開了 夠夠夠夠夠 完成,有沒有完成 看畫面就見到路牌的距離一直在倒數 但是熱力就沒有令我開心過 結果我又再中暑了 不過這次休息了5分鐘,心跳就降了下來 因為已經4點多了,天氣其實都涼了一點 其實我一直沒有說的是,其實我計劃了要去宮島 最後踩到宮島的碼頭的時候 發現他們都是剛剛才到碼頭 我休息了一會,都跟他們差不多時間到 所以真的覺得有點奇怪 寫魔法 這個終極的出貓 直去港島 對 我們可不可以乘B街的? 你想直接去東 這個是車來的 我們現在是要去騎 我們根本是沒有時間載 舉個船給上單車? 答問題是 如果你乘A公司去左宮島 然後你打算用B公司去港島 B公司是不給單車的 B公司 只有兩間 只有兩間 對 算了 剛剛那個職員我們問了 走走走走 坐這部也好 真的? 怎麼上車呢? 摘了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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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腳踩到車上 斷了兩摘 摘了兩摘 在這種沒有辦法走捷徑的情況下 我們又繼續出發了 老實說 我其實一直都在打公島這個如意算盤 就可以踩少20公里 現在想都不用想了 就可以直接踩去港島 這個意外 結果令到整條路線 由福江去到東京 沒有斷開 連成了一條直線 好 終於到了最最最最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圓爆為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我就不多說了 其實還有廣島城 不過 不好 明天早上才是 好 最後就是找酒店了 這間酒店是豆腐在前一晚 親自打電話去10間酒店 然後終於找到這間酒店 是可以讓我們把單車帶進房間裡 預訂之前 也要寫明 酒店准我們這樣做 是很麻煩的 但也謝謝這間酒店 所以日本在某程度上 是單車旅遊不友善 所以都造成了第三天的另一個決定 去到港島還有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把大相機和鏡頭 還有腳架寄了去東京 這麼熱的情況下 美術都已經放棄了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畫面 其實就是我盡我可能地拍下來的 素材總共有4TB 所以剪接需時 這間酒店要攪拌 好 來 今天我就學精了 一進酒店就馬上過片 因為今天辛苦的原因其中之一 就是因為昨天太忙 造成休息不足 最後酒店的洗衣機都被人霸佔了 我洗好衣服都在最後12點才睡到 晚上就去了一間叫Kakidan的餐廳 就吃夜晚的餐 Kugomac 沒錯 又是Kugomac 這間餐廳上面有4.3分 超級厲害 一開始就上了炸蝦 炸蝦的外表鬆脆爽口 裡面彈牙 之後因為生蠔 只有冬天才能吃 所以就叫了燒蝦 先來刺身 之後燒蝦就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太餓才這樣 但是真的很好吃 是當時在日本還記得的三餐之中 其中一餐來的 最後做回小統計 今天總共進了便利店4次 補了4次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